那梁钢工大为啥这么遭人反呢 一是他的囚风 没啥大的进攻能力 但大魔王论是能让诸多名将马施前提 磨磨磨的极限防守确实是不容小觑 二是他的长相和行为棒让人不适 永远的中分 鱼炮眼 面相也是难看 赢球之后那个趾高气扬的镜头也是非常抢眼 而且又是中国队的苦助 大家自然不喜欢他了 今天看到那梁钢工大换衣服 简直叹为观止 难怪进攻弱 职业运动员怎么肉是一整块的吗 还有收拾东西走的时候 那梁钢也是操汉子一枚 时宇齐和洛健佑都规执得整整齐齐 就他毛巾整个搭在肩膀上 边走还边碎碎面 视频加在中 视频加在中 石头也是辛苦了 一路来打得并不轻松 尤其是这两战完全不同风格的对手 一个是速度流顶尖高手 一个是新进防守大师 确实打得比较辛苦 但总算雨过天晴 恭喜石头与阿祖会试决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